下了一晚上的雨啊 你看它缝到这个 没法出去了 外面下了好大的雨 这里音乐放的 都是远方的心上人 没有心上人怎么办 看一看外面 哎哟 现在脏部走了没有 没有 到处都在漏 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哪 反正是这个绝对是在漏水的 哎呀就算是心脏部一点都不漏 里面也差 现在我要从里面把它沾一下 太湿了 然后沾一下 沾不上一段时间 太难了 这里有那个防雨布啊 我现在在整一个防雨布 昨天晚上我那个临产了 我现在在整一个防雨布 看看我的自行车 我的帐篷 哇 外面的风景 太漂亮了 云雾缭绕的 但是一直在下雨 你去超市借那个剪刀 然后去剪一点那个薄蒙子 这老板呢 整一点那个防雨布 他刚好多一点 谢谢老板 他没有卖的 我说我给他钱 可以了可以了 挡住就可以了 这两边不够 但是这里长度够了 这个也要大 你看这两个 我没的防雨罩 然后这是搭上的 我怕风吹跑就绑着 那天我就是 因为那个吹跑了 防雨罩吹跑了 帅哥昨天晚上帐篷寄水了 然后他这个更夸张 里面就是一层水了 但是他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睡 他是整个漏 下面也在漏 上面也在漏 我那个是上面有洞 他帐篷应该是放那里高一点 他放在这个蛙蛙里 问一下你昨天晚上睡帐篷 是什么感受 我昨天晚上三点钟下了雨 然后我们帐篷四周都渗水了 然后就果断的选择 把没有湿的一些被子 就直接拎到车上睡车上去 因为我们之前下雨的话 就睡车上 因为我女朋友看到 你们都在扎帐篷 所以说也想扎 你女朋友昨天看到我视频 然后也扎个帐篷 对要看你们都在扎帐篷 然后他说扎帐篷 结果晚上下了雨 臭不及房 因为我们也看了雨 说应该没什么雨 然后还是下了雨 下了一晚上 还是蛮大的 之后我们翻车上 就是有一床被子已经死掉了 另一床被子是好 你没有他那个夸张吗 他那个这么厚一层水 刚刚我看到他拍的视频 昨天晚上就是这么一层水 然后这些们全是水 但是他是出现这种问题了 我帮子本来就不够 我说给他弄一点 他是这边边上都出现问题了 他是里面生水了 哇这个小哥哥的那个睡袋 撕完了 他这很夸张的用了 不过他这个睡袋 又不是那个羽绒带用了七八年 还有我们三个一样一个颜色 你看有没有蓝色绿色红色 他都在那里晒帐篷 这小哥200多万粉丝 以前也是做自媒体的 他现在骑单车 好和谐的画面 小哥哥他是去了101省道 然后又走了那个山林木湖 一照公路 然后一里全部都走完了 然后我现在是在看规划路 然后他去过 跟我介绍那里好玩的 我感觉都想去 但是我这个自行车比较慢 再把这个晒一下 你看我这个帐篷下面 全湿了 好潮啊 吹一会就好了 这个自拍杆坏了 天呐 都是绑了好多次 这是新买的自拍杆 好像用了十几天 粉丝啦 开车到拉萨呀 还是吐不到了 不是我现在是骑自行车 以前住土步的 现在还骑自行车 啊对 这是我的自行车 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皮卡丘 你看他的 他的那个饭碗 跟我的饭碗一模一样 羊吃碗 我们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皮卡丘 哇今天趁饭了 这个小哥哥 00后 他女朋友02年的 他们两个是个最年轻的自驾游的 而且他走了什么 一兆公路101省道 然后把好看的风景都给我介绍了一篇 然后也关注我视频 直播 关注了 关注了 吃饭 吃饭 这边下雨也没什么事 就来这个蒙古包吧 这里只有一个蒙古包 哇这么规模好大哦 一室一厅两室一厅 还有餐厅 这个是他们一室一厅 然后还带浴缸的 哇从来没见 高大上的 哇 好漂亮 不过你们这个一千块钱还是还是还是值得 你看这屏幕这么大 然后还大床 嗯 他们还带浴缸 哇 很高大上 哇浴缸厕所 哎呀这个也也不错 哦 哦他们这里面还有还有这个链子都可以拉起来 哦这一圈都可以拉起来哈 哦你看看他们这个这个顶啊掉的特别漂亮 还有这个灯光 哇 哇 美丽摘点这个菜 叫灰灰菜 我们吃面 我好几天又没吃青菜了 摘点野菜吃 在这认识了餐厅的老板他请我吃饭 我说我刚刚吃过 请我喝了一杯酸奶 然后又认识他的朋友 就是防火的消防医员 然后叫我去他们那里参观一下 我是想去趁个早 他们的护林员还给我介绍一下这里 大家好 我是北股森林防火站 防火员财丁 我们居住在这六个月 算的是防火上面的 要是给旅客宣传森林防火 衣食加强 对生理资养的管护 嗯 不要以那个啥烧烤 露营加火 尽量带熟食 这个是那个监控 然后把这个环保卫生 水棒 然后有吹风机 那个分裂灭火机 牛具 我们都有 然后还有服装 比如说灭火服 水袋 然后铁签 都必须要备用的 这些所有的 最基本的东西都 都国家都配好的 我都没见过这个 又下雨了 你看看今天的天气 哇 这个云好漂亮啊 去山上的话更漂亮 但是下雨我翻不过去 他们都一直说一直说 38公里的上坡 那下面几个骑行的都劝我 得雨停一下 因为现在帐篷是湿的 然后也很重 今天的天气 然后还是得下雨 现在下小一点了 上午的话下的比较大 我猛的 主要是 30公里上坡嘛 然后下雨也没法走 帐篷也是湿的 这个歌听到三天了 我真的是不行了 受不了了 他现在有点下雨 我现在 嗯 跟那个森林防复站说了一下 我去洗个澡 这应该是我11天了吧 又没洗澡了 就洗个澡 臭宝 在这里睡了三天帐篷了 因为下了三天的雨 特别的不容易 看看今天这个天气 出来旅行 就是随遇而安 碰到不好的天气 那么就休息 虽然在这里很辛苦 天天淋雨 然后吃的也不好吃 这边洗了一个澡 11天没洗澡了 真舒服 后面的话 到堵山子一路就不用洗澡了 现在在那那提服务区 因为这两天下雨啊 然后就在这里待了两天 因为上面的话是 是30公里的上坡 也没有信号 必须30公里上去 再30多公里下去 差不多70公里 然后才有信号 所以必须要等到一个好天气 这两天一直下雨 就在这里等着 还有一群可爱的七星者 然后跟他们一起待在这里 不孤单 现在我已经弄了这个防雨罩了 然后就可以挡点雨 希望明天不下雨 可以离开这里了 这个心上人 我停了三天了 我都停了 我不行了 我要哭了 哇 这个雨下的就没停过 睡在云里面睡了三天 不容易 太难了 我幸好找了个薄蒙子 要不我在帐篷漏雨 第一天的话就是一直在漏雨 然后就 我睡感冒了 在这里虽然条件很艰苦 但是认识了很多朋友 和七星的朋友 好一起开心的聊天 这里住宿太贵了 蒙古班都是上千的 今天又下了一天 晚上一直在下 我就 牙冒了 现在嗓子也牙了 就是第一天的 把漏水看厉害了 现在的话 这里面还是在漏水 今天腿晕晕的 没想到我这么好的身体 居然 在睡了几天帐篷 就要生病了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